哈囉 主播 各位觀眾 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 是位於台南的旗鼓 因為台南缺水的關係 缺水對文革來說 是一把雙面刃 因為缺水的話 他們的產量高 但是也相對會導致 他們的肉質變得比較鹹 可能消費者不買單 今天我們也訪問到 是位於海產店的這位老闆娘 我想要請問一下老闆娘 目前你們店內的 文革的產量 目前是怎麼樣子 其實我們這邊產量 還是算滿穩定的 只是說鹹度實在是太鹹了 有時候那個 就是那個文革藩 他就沒有辦法接受 對 其實如果大家來到七谷 有吃過我們這邊的文革 大家都會很喜歡這樣 只是因為現在鹹度太鹹 他們要賣也不好賣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 互相體諒這樣子 對 謝謝 謝謝老闆娘 謝謝 聽到老闆娘看來說 這是因為現在 這些缺水關機 他們海水的鹽度的確是會比較高 可能也會導致 文革他們的產量雖然提高 但是的確賣相跟買氣 的確是有受到影響的 不論是充滿賬戶的消費者 都會對於現在文革的外表 可能他們覺得不美 所以他們可能也導致 他們的買氣下降 但是他們也是互相體諒 對 以上是來自現場 最近情況 我們也把時間盡頭 交給棚內出播 可以幫忙